請問哪裡不舒服? 就一直發燒 戴著黑框眼鏡頂著光頭幫病人服務 他是台中慈濟醫院內頂頂有名的男護士王文聰 年僅31歲的他 一年前調到台中慈濟醫院急診室 因為造型特異 常被病人誤認為彌勒佛或師傅 讓人印象深刻 比如說當病人服務的時候 有時候家屬會誤以為說怎麼會有慈濟的師傅 在幫病人抽痰在幫病人翻身 其實我覺得那裡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因為大家很加深對我的印象 那我們當然在對照顧男病人方面會更加的方便 對他印象很深刻就是光頭 第一個是光頭 那第二個我就覺得說 他就是穿了那個我們藍色的那個 他們的醫生的制服吧 所以我就這樣子對他就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且他親耳力還蠻好的 王文聰表示會光頭和勵志當護士 其實是三歲生產大病後就開始掉髮 因為當時常進出醫院受到護士阿姨照顧 而立志長大要當護士 起初進來醫院服務的時候 害怕光頭會嚇跑病人 沒想到大家反而不以為意 讓他的心豁然開朗 決定要用熱誠和關懷來鼓勵病患 那當病人的不舒服獲得緩解的時候 或是他的一些危機的狀況 像我們這些即時反應而獲得 立即改善的話 我覺得這感覺會讓病人獲得 就是讓他心認明 然後我們也覺得說真的有幫助到病患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真相回饋 以他對待病患的部分 就是從側面看起來 就是覺得他就是一個 就是會關懷病人的那個 那個好的護理人員這樣子 用心的服務和照護 讓他在院區成了護士口中的典範 而在年初更和花蓮女友結為夫妻 喜上加喜 他表示未來會更努力在病人照護這塊 要讓他的光頭成為他的禁止招牌 記得禮教台中採訪到